結果到火上場 去火化了 我又回來 他那邊也快結束了 我說大哥 有 他用塑膠袋包一個給我看 我一打開 就是以前那種民國出那種 我們俗稱叫將軍罐 將軍罐就是一個火爐形的 那裡面有一個蓋子 可以放糖果的 以前是放糖果的 放那種真的將軍罐 糖果也在放那種 太離譜了 對 是那是什麼材質的 那是那個 火爐的 對 瓷的 我打開 太離譜 怎麼沒有蓋子 蓋子就破掉了 那很久就破掉了 我... 我現在在說什麼 我說蓋子破掉了 那怎麼封罐 對 我說怎麼封 沒關係 你就那個 那個塑膠袋 不是這個塑膠袋 你就把它封起來 用橡皮筋塑起來這樣 對 蓋簡卜 實在是不孝順 很簡卜 很簡卜 太很簡卜 真的很簡卜 然後他只是很注重 他收的電 多不多 他爸爸... 他爸爸... 那我... 結果... 那都用完了啊 那我說啊... 福威怪就先放在我們那邊 然後他挑日子 要去訪 然後我去幫你找塔會 找到最後是找複德公墓 你知道我去他家結帳 覺得五萬多塊 那他爸爸留下多少好東西給他 你知道嗎 他爸爸都留了什麼 很多好的東西 古董的 紫畫 縫地產 因為我也玩這個東西 我叫他爸爸那一邊 就看到說 哇 靠腰 這青菜一斤 獨到誰 還是這個葡萄章 我實在不知道要怎樣 其實真的是很多這種的 就是我這一生經歷 永遠沒有辦法忘記的 不過當然他口口聲聲說 他是基督教或者基督徒 但是我想並不是 其實基督教或者基督徒也 不是這樣 只是這一個案例比較誇張 對... 是很誇張的一個說 你說要多優惠 對 因為... 那律師知道嗎 因為至少要有一個牧師 要有一個路練 基本的路練理嘛 唱個詩嘛 對... 基本上那個 像基督教我們在做 這個後世的時候 現在其實很多都不收定 像我們教會裡面 很多都不收定 因為主要是要回顧 這個我們要專注在 這個過往之中 就像今天上帝這個人 他一生到底怎麼樣 所以一般來講都會有牧師 第一個牧師 第二個是有一些人 特別有感動的人 他也講說他這一生 他對他這一生裡面 最感動什麼事情 譬如說這個人 曾經幫助過哪個小孩子 跟這個人就會說 我感謝他 他就是他照顧我 對 他都會這樣 他就在講了一堆 他爸爸怎樣 就是那個歷史講 他就是一直 一直布到說 我老爸有夠好的 然後真的我 然後怎樣 然後又讓他收到高等的教育 又呢 後面又來講 緊繡緊繡 不過我不要跟大家講 我剛才說 太小了 快點 那個什麼人有夠嗎 快點卡住 快點追一下 對不對 對 真的 真的好嗎 那個真的好嗎 來 我們問蘇律師 蘇律師也看很多 也聽很多 就是有接過說 有關於電儀的 這個金額喬不攏 然後對部公堂的例子 就是說這個戲 還沒有演完就對了 通常為什麼喬不攏 是因為他雙方的資歷不一樣 例如說 哪個雙方 就是小孩子 爸爸假如我們舉個例子 這個案子 爸爸他過世了 爸爸他本身 他就有很多好朋友 很多家事顯赫的 可是這兩個小孩子 不一樣 一個他也是做生意 所以他的朋友 也是交友廣闊 來這邊都開賓室有沒有 開賓宴 賓室 雙賓宴來了之後 電影就知道 他們大家都要比誰比較厚的 可是另外一個他就比較平常 他們並沒有做這麼大的賢賀 他就一般的小職員 但他的朋友來的時候 當然就是一點點 可是他就覺得說奇怪 這個電影裡面絕對不會是說 電影是給全部的人 包括這等於是照顧我們 這兩兄弟的 你大哥雖然你的朋友 弄得比較多 可是爸爸的人脈也不少 我要分一半 你不分一半給我就要那個 於他們瞧不攏 就報告上法院 這樣子也有 但是因為法院目前這案子 目前法院的見解 還是有兩極化的說法 因為還有管到人家電影 這個怎麼分 對 應該這麼說 不是管電影怎麼分 因為電影有的人會認為說 那是老爸的人際關係 所以老爸人際關係 他來的應該是屬於 繼承人的財產 因為老爸的關係 是 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可以分 可是有的人會覺得說 不是 有的法官覺得 有的案子不能這樣子 因為就像剛剛有的人是 開賓寺 開什麼 那來的都是那麼多 老爸反而沒有什麼錢 反而是兩個兒子的不平均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這個應該要 我的人脈歸我收 你的人脈歸你收 兩個人脈不一樣 所以還是要看個案 那我們現場可不可以分成 三個攤位 或者是老爸他自己有一攤 然後兄弟大哥一攤 二哥一攤 然後老爸那一攤再比 其實應該要這樣 就是說他把一些人 人際關係把它區分起來 這樣會比較減少送針 比較不會吵架 可是這也很難講 你說老爸那一攤 來的那個老朋友 那個是我的乾爹 你當初你也沒認 所以這一份算我的 別人計較 都給你 對 你起碼都說你不要 你婚禮女兒就會來 一般婚禮就會分 會分 男花女嗎 但是哪有人在上 我要問冬瓜哥 冬瓜哥像這種電影的禮數 是 這種東西有在比的時候包多的嗎 應該照理說 人家往生這已經夠悲傷 然後有人說 我要包比較大包 還是有 也是有 就是看我們 備份的交情 交情 對 交情有的人 會包到浪後面塞車 嗯 他就 一直點一直點 點不完 對 那我朋友 他是 我們 某個董事長 那我 因為我們都是在一起 那我朋友的他爸爸往生 他那天就去電影 就包 有去會場 然後包個電影 那就一疊放在那邊 嗯 我們那個時候電影的小姐 就一直算 算到後面塞車 嗯 還是會有 其實 剛才聽著講的 因為一般喔 都會有 比如說我們兄弟 我跟篤霖我們是兄弟 我們有共同的朋友 嗯 就是那天 然後你包電影來 是算篤霖的還是算我的 嗯 這有點難借 對 然後他還是有 你要來我這一攤喔 不是 不是 因為他們 現在我們會比較就是說 有些電影 那電影 那個禮布上面啊 他們回去會打勾 然後這個是我的朋友 這個算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有道理的 其實這不是說 他們這個電影 如果說家產的部分 是他們的事情 可是這個電影的部分 我認為還是有理的 因為他後背對是我 對啦 對 以後... 要回禮 以後陪... 背對 回禮 對 比如說啊 對不對 我走了 朱老師 包11萬給我 我們兒子 他後也可能要包12萬錢 對啦 對啊 這是我們... 對喔 對 所以說這個還是有理 我們喝喜酒都一樣啊 對 這才是有理 就是說 喝喜酒是南方跟女方嘛 然後大家背對 所以一號早上 補得早上 他也沒補得早上 我知道 所以我們一號 我們就說清楚 我們不必須包 因為何必這麼麻煩呢 大家早晚都會有這一天 包你也收不到 我也收不到 我覺得還是用蘇律師的方法 比較好 我就把自己的那個本 我都... 最後一塊筋 我都留起來 然後呢 我們現場都不收 這樣子 不要收 對啊 你會著重在紀念 在那個已經過世的身上 我們這個方法好不好 不好 也不好嗎 好 你留內衛的軍多少 一千萬好不好 還是會走 對啊 好 那我們那個 是 爸爸在世就這麼缺 你是要花什麼 現在我也要分啊 不是 比如說這個桑梨 他留一千萬 你現在要... 我的主商是認為說 這個是爸爸留下來的錢 我要把它扮得瘋瘋瘋 對不對 比較缺 可是二姐就說 比較缺 我們都... 不然老爸留下來的錢 你說老爸在世的錢 老爸在世的錢要缺 你要黑白把它扒掉 他講的 掃花 然後就可以 各有立場 對 所以這個也是很麻煩 我感覺就是說 何不要留 我們當事者 我們先跟冬花先簽好合約 就是要多大的場面 或者什麼的 反正 冬花哥的意思是說 不管你們家族怎麼分 最後他勤款一定都要 全額倒數就對了 對啦 沒錯啦 這樣我了解 維恩老師 我們就來看 哪些星座組合的人 會為了錢翻臉 對 其實很多人都會為錢翻臉 但是這三種組合 可能機率會高一點 而且是不同的狀況 首先如果太陽上升是在水瓶 跟太陽上升在獅子 這種最容易是夫妻翻臉就變仇人 在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水瓶跟獅子都是沒有金錢概念 我買給你跑車 你買給我一金電視 大家都是OK 但一旦吵架的話 這兩個怎麼吵架 都沒有辦法有一個結果 因為兩個人都沒有數字概念 加上水瓶跟獅子 都是賭氣的性格 所以水瓶座會把他的電視機鎖起來 然後獅子座會把他的車刮花 然後兩個算是無意義之爭 所以這種夫妻 好的時候很好 不好的時候很容易為錢翻臉 然後看第二種 就是天蠍或上升天蠍 跟巨蠍或是上升巨蠍 比如說像今天也是巨蠍座 水象的人這種是容易朋友翻臉變仇人 因為當朋友的時候 巨蠍座跟天蠍座都不會計較 但是當那個 好像每次都是巨蠍座在出 或每次都是天蠍座在出 久而久之心裡就會有嫌棄了 水象星座的特色就是都不講 等到哪一天看誰先爆發 所以這個狀況也很容易 所以大家當初是 他離婚的時候他陪他 他失利的時候他陪他 沒想到最後還是陪友變成仇人 是喔 我天平 好 那至於呢